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圆圆 春节越来越临近了 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暖春行动日前也已经启动 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加多宝集团为大家准备了春节大礼包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任何时段 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点击发现 选择摇一摇 再选择电视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 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春节礼品 我们将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公布获奖情况 好 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营业员说 我们这有最低消费 那日前广东省就全面叫停了餐饮业的最低消费 规定是有了 执行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16年元旦前夕 广东省发改委联合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 省销委会发出公告 全面叫停广东餐饮业最低消费 同时要求商家不得利用模糊标价 虚假标价 虚假促销宣传 以及两套菜谱以次充好 短缺数量等形式进行价格欺诈 如果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发生消费纠纷 或发现其他相关违法问题 可拨打12345 12358 投诉举报电话 向主管部门反映 记者随后走访了广州市内多家餐馆发现 大多数商家仍然设置了最低消费 假期包间最低消费400至800元不等 有些更巧立名目 加收费用 有水能带来吗 可以 也可以 会加收费用吗 就加收那个洗杯费 什么费啊 洗杯费 有军加费吗 800 好 拜拜 如果受理这个最低消费的话 首要挑战就有这个 有这个店堂 或者菜牌里面的这个告示 这个口头告示是比较难以受理的 我们只能尝试受理 但相关的结果未必预认的 记者走访的这些酒楼餐馆 最低消费的要求 都只是服务员或经理口头告知 均没有用文字标示出来 有酒楼经理说 为了做生意 只能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行业有规定说 这个不是最低消费了 但是各个习业 根据各个习业的情况 是特别热利的 我们这么一个房间 你要进去做客人 给电费 一个服务员 我们也需要成本的 你说你做个房间 你做一上午 你去吃个两三百块钱 不好意思了 我们都不会协助了 商务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的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 自2014年10月1号开始实行 试行已经有一年多 但在广州市 仍然有不少餐饮企业 无视该规定 甚至连投诉受理也多有困难 不少市民觉得很失望 带老板从别的一些品种 一些花样 来提高大家对这个茶楼的 就是说这个信任度和大家的兴趣 不应该来说为了这银头小利 就说使自己的财源和口碑会有所下降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江志强律师 还有我们的特业评论员张春卫欢迎二位 我们接着说刚才这个最低消费的事 新规是有了这是好事 但是执行起来他就打折扣 就往往都是这样 就上有对策 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春卫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首先我们看到每个店家都会说 就是行业生意不好做 但其实是什么不好做呢 是小生意不好做 大生意谁都愿意做 那么之所以要有一个最低消费 就是为了限制顾客的小生意 就是怕你有一些消耗他消费资源的这样一个行为 核心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家规来去约束他所希望的一个消费者 但是作为行业规矩而言是什么 我们要对消费者一视同仁 而不能够说因为谁有钱 谁花的多 谁就是大客 然后这种花钱少的 没达到最低消费的 我们就要排斥他 说到底是一个行业如何面对真诚的消费 而不是说去约束某些可能会不良的一个行为 正因为此你会发现 突破这样的一个行规 总会遭遇商家的一个底子 核心是什么 就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他做不到一视同仁 而只关心自己的小利 看起来他觉得是消费者关注小利 其实商家同样在助力 对是不是我们也得考虑怎么样保证这个新规能够顺理执行 是吧 都不执行 那这规定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新规出台的时候我们得考虑怎么样把它落实 毕竟落实了才是真的 好 各地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迎来了新年 有这么几位大学生本来是想通过登山来看这个新年的第一轮日出 没想到却引来了大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12月31号晚 成都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 东江燕昭公山上 有八名大学生旅友被困 急需帮助 接警后 成都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实施营救 截止2016年1月1号上午7点17分 在全体救援人员的努力下 五男三女一共八名大学生旅友被成功营救下山 2015年12月31号19点40分 一名学生打电话给成都市公安局报警 称他们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的学生 有八人被困在成都都江燕昭公山上 请求警方进行营救 接到求助电话后 成都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指令都江燕市公安局前往事发地全力营救 当晚23点10分 救援人员克服能见度低 低温寒冷 路面湿滑等困难 徒步行走三小时 在赵公山海拔约2100米处的密林里 发现了摊坐在结冰路面上的八名大学生 并立即进行简单的食物补给 经询问 此次上山的大学生旅友共12人 均为在校大学生 他们是自发组织于2015年12月31号下午3点开始登山 无专业人员指导 对危险没有做出充分预判 2016年1月1号7点17分 自成都市公安局接警 到最后4名被困大学生旅友被安全带下山 总共历时12小时 好在是有惊无险 问题是你麻烦了多少人 这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就旅友出险的事经常会遇到 为什么 因为他探险 他经常去险药的没有开发过的景区 江律师像野外探险 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去 肯定不是 其实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是特别反对的 为什么 你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你就去了 这是冒险 这是拿生命再开玩笑 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约束 说你制止或者是我同意 但是不代表着这种行为 你自己不能判断 我检索了一下关于登山 我们国家体育总监之前出过一个叫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 和登山户外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一个认定办法 但是这里面约定就是登山的审批 我怎么样去申请这个登山 包括高山的教练 包括高山的向导 是约束这些人的 他并不约束旅友 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一个自然区的保护条例 里面也有一条规定说 禁止任何人进入到自然保护器的核心区 这是属于禁止任何条款 但像您说的有金无险 那么这些旅友 我觉得第一 你不要去这种野景区 你自己的判断是野景区 你不要去 这是一个禁止 第二个 如果谁组织的话 最好有书面的合同 谁来组织 将来出事 谁来承担 第三个要上好保险 将来理赔的话 你能找到一个依据 大家量力而为 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最近经常会提到低头族 低头族不仅耽误了亲情之间的沟通 而且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12月29号下午 安徽省214省到廊西县十字镇彭村路段 一辆轿车突然撞向路边的一处路灯杆后 发生了侧翻 事故后轿车车体严重受损 并造成事故现场部分道路交通设施损毁 但幸运的是 该车驾驶员并无大碍 路边的一处监控 拍下了事故的整个过程 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14点13分47秒 一辆轿车在214省到四南向北沿路边行驶 进入监控镜头后 该车辆在未做任何避让措施的情况下 静止撞向了路边的路灯杆 随后整车腾空而起发生侧翻 撞断了两根路边警示桩 并在路面上翻滚一周后 停在了距出事地点前方50米处的路边 主要是因为就是就是晚上了 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晚上没洗洗好 就是事情比较多 晚上没就睡得比较晚 然后掉天开车子嘛也比较担心 所以我也比较小心 就是冲不敢冲太快 监控画面显示 该车辆前挡风玻璃严重损毁 事故发生后 过往车辆纷纷停车上前查看 准备失酒 出事后由于该车的安全气挡及时弹开 该车驾驶员钟某 仅手部有轻微擦伤 索性事故发生时 现场没有其他行人和车辆 从路边上走 路边上走嘛 刚好走到那个事故地点的时候 那个手机一下子想 就是我就看到一下手机 就是把手机拿起来汉皮街 那个车子就 方向盘就失控了 一下子撞到那个柱子上去 然后车子就翻了 事故就是非常严重 现在我也本身也非常后悔 这些事故的主要原因 是这个驾驶人 实际疲劳驾驶 开这一次接听电话 终于你不急走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 车辆驾驶过程中 一定要休息好再上路 驾驶过程中精力要集中 以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开车玩手机呢 就是玩命 大家引以为戒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日前呢 在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区的一家银行 ATM机前面 发生了令人诧异的一幕 我们来看一下 从监控视频上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用菜刀 对着ATM机连砍树刀 之后不慌不忙 离开了现场 银行的保安打电话 给我们110 110指令 就是有人吃到 在这个银行的ATM机 接到报警后 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 五间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出警 对现场进行勘查 调取银行的监控视频 同时围绕该男子的身份 展开走访调查 拿着菜刀光天化日 去砍ATM机 机不伪装 又不抢钱 这样的警情 民警还是第一次碰到 警方首先怀疑 这个人精神上 是不是有问题 警察 该男子姓陈 不仅吸毒 而且贩毒 曾经被当地警方抓捕 2015年7月 刚刚刑满 释放回家 确认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后 民警立即赶赴其家中 实施抓捕 民警上门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陈某 正在家里吸毒 桌子上摆满了吸毒用的工具 在他的衣柜里 警方发现了 他砸ATM机时 使用的菜刀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 案发当天 他在家吸完毒后 去银行ATM机取钱 但是多次操作 都提示失败 HM机就提醒 就是发生意外 要不达120 因为他吸毒了 产生了患者 他认为警察可能要抓他了 你就他把随障带的车道 进来对这个HM机 进来弄开 同时呢 他就砍过来之后 你就去投机来信他 完产兜了一种 完产兜了 总给人认为 就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 犯罪嫌疑人陈某 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犯罪嫌疑人陈某 实险这个选择 跟这个非白资金毒品 进加入去人民警察院 批准逮捕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好 接下来来看今天的寻人信息 如果您有要寻找的亲人 您可以拿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和我们联系 我们也将尽力的帮您 传播这些信息 促成家人的团圆 好 来看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谭玉莲 板桥镇板桥小学失踪 身体特征 又连有几颗水痘留下的印记 其中一颗在右鼻梁侧边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春节快到了 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日前也已经开始启动 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 加图宝集团 为大家准备了春节大礼包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任何时段 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点击发现 选择摇一摇 然后再点击电视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或者您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 您都有机会 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春节礼品 我们将在第二天的节目里 公布获奖情况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在安徽五湖 有两家金店 在相隔不到20天的时间里 的接连被盗 那这两起案件有没有联系呢 是不是同一人所为呢 我们来看 2015年6月13日凌晨 家住安徽省五湖市汤沟镇的钟先生 被自家楼下 嬉戏苏苏的声音 给惊醒了 感觉上看你觉得以后不对劲 是不是有自己的情况 我们刚才也走出去 肯定你也可以是 灌注感觉都是安全 朱先生和妻子 在汤沟镇的老街深处 开了一家金店 金店的一层是门面坊 二层是一家人的起居室 听见有异常的动静 朱先生赶紧下楼 查看柜台里的经营手势 店里的首饰和现金被盗 朱先生赶紧报了警 因为我们自己毛毛的左人 比你说走到哪儿 因为我们唐沟镇的老街 他是命令手给手好贴度 施主报案的价值大概在四万多 这样安置的案件呢 就在我们这个 相对偏僻的这个农村地区啊 案件的案子是比较大的 接到朱先生的报案 乌湖市公安局 唐沟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赶到朱先生的金店 了解情况 到了现场以后 我们就 那个 包括周边 我们就要调取 看看附近有没有一些 那个视频的东西 对吧 然后这个 正好受害人家里面 他开金店 他这个人家放到意识 人家还可以 然后家里面 对于人现在 那个摄像头 民警调取了 在朱先生金店里 以及周围的监控视频 让办案民警 感到惊喜的事 监控视频 清晰地记录了 犯罪嫌疑人 整个的作案过程 当时可能是 已经两年多钟了 夜里两年多钟了 然后 通过这个木条 就是 攀爬到这二楼 从二楼这个窗户 然后进入心肠 刚下来的时候 还比较警觉 旁边正好有 晾晒的衣服 然后他就拿了一件 晾晒的衣服 把脸给蒙起来 刑警人 在这个案发现场 其后 待的时间 大概有十几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盗窃了 嫌疑人柜天里面的 一些不经的戒指 相应这些手术 虽然视频监控 清楚地记录了 整个作案过程 但是并没有拍到 犯罪嫌疑人 清晰地面部图像 这个盗窃金店的人 究竟会是什么人呢 第一个就是 怀疑是不是熟人做案 他店主对他很熟悉 或者通过监控门 能找到这个人很熟悉 他被辨认出来 他采取了一些伪装的措施 汤沟老街 这个地理位置 比较特殊 他这个老街的历史 比较悠久 然后他这个街子里面的巷子 比较深 受害人的那个金店 它是在巷子的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 这个不是本地人 就是对本地的地形不熟悉的话 或者这一块 他可能不是那么轻说熟悦的 就直接能过去 能把这家那个金店给找到 也找他病人了几次 对外面的监控 里面的监控 他应该说 他本人也怀疑 是不是到他家来过的 但是具体他又没有什么印象 对于视频监控中的蒙面盗贼 店主没有印象 于是警方开始对老街的居民 和其他商家进行走访调查 我们就是开始走访 就是周边的一些老百姓 看看能不能获取一定的这个线索 当时也没有过到多大的 有价值的线索 走访调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民警只能通过对现有监控视频中 犯罪嫌疑人的图像进行分析 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的一些 基本体貌特征 就是出来了 通过这个门高度 我们可以大概判断一下 这个嫌疑人的身高 身高情况 当时公布的大概在一米六 一米六左右 个子不是很高 再通过这个嫌疑人 你看他进来伪装 头部戴着帽子 脸部搞着一个毛巾 把脸红起来 你看他这个不换不满 这个不换不满 心理素质非常好 你看他不是很慌张 在里面头疼也不是很慌张 当时我们就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素质处理了 是有情客人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 民警们又进一步对汤沟镇 进行了细致摸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牌 我们大概确定了 这个一个姓王的这个嫌疑人 据民警了解 王某是汤沟镇人 没有固定工作 但最近王某却出手阔绰 这个人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我也喜欢赌博 他哪有是什么 又又又又又 进一段时间 又是买金子 又是买车子 原来收入不相符合 这个西方的嫌疑人 他有重大的作案 这个嫌疑 就在民警准备对王某 采取进一步行动时 7月2日 在乌虎市益江区 又发生了一起黄金倒戒案 当你网上这个事件左右发生 这个受害人啊 做好家里有点事情 然后他走了 他前后 对于受害人当时报警讲 他前后也就大概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这个嫌疑人 将这个受害人这个店里面的 后窗的那个防盗 用那个工具破坏了 然后从那个防盗钻进去 当时他那边的这个被盗的金额 是比较大的 损失有五六十万 相隔不到二十天 先后发生两起黄金倒戒案 难道仅仅是巧合 这两起案件之间 会不会存在一定的观念 当时乌虎市那边 也成立了专案组 对这个案件进行了那个侦查 通过他们的侦查 发现这个人轨迹 从益江到京湖到九江 一直到江北 就是轨迹已经就是 到了江北这边来了 益江区金颠盗戒案的犯罪嫌疑人 逃跑方向正是汤沟阵 除此之外 办案民警还发现了 两起案件更多的相似之处 通过了一些视频情况 发现这个人体貌特征 一些包括紧窗户的洞 然后人钻进去 他人比较瘦小 这些体貌特征 就是初步竖定 也是竖定那个行政 两起案件 案之高达数十万元 为了尽快破案 追回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以江区和九江区警方 联合成立了专案组 就由转人转板来跟踪这个案件 来整破这个案件 将这个案件的所有的这个线索和资料的顺利进行汇总 进行贵纳 转人的顺利进行的顺利来处置 短时间内连续作案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急需用钱 那么如果不尽早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盗窃的黄金等贵金属一旦被转卖 可能更加难以追回 而此时民警发现 嫌疑最大的王某在第二纪盗窃案发生后 行踪飘忽不定 怎么找到并控制住王某 成了办案民警首要考虑的问题 他本身这个地方 一个是农村地方 一个村子也就有十几户人家 十几户人家 如果提前他又如果惊动他的话 他就可能逃跑逃走了 这是一个当地的封策活动 让民警有了一些想法 正好那些就是七月五号 我们是当时经过作法 了解了这个就是七月五号 我们将北这边不是搞了一个农州比赛吗 规模比较大 我们当时怀疑这个行业人 有可能要参加农州比赛 因为按照风俗就是这样 他的青专年都要回来参加这个 我们家以后就身体很疲劳 肯定是在家休息 也不会出远门的 因为后期过不了几天 一个礼拜左右 还会有另外一场这个农州赛 这样就确定了 我们就确定了就是 七月五日夜晚和七月六日凌晨 这个时候作为抓捕的这个时机 七月六日凌晨 民警将回到家中的王某控制 并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问 我们对他审查过程中 发现这个行业人还是比较狡猾的 他说了一些东西 但是又说了一些假话 就是真真假假参在一起 他就企图蒙骗我们审查这个思路 当时他主要的就是毕宗旧亲的 讲了一些这个老街被盗案 老街这个金店被盗案的一些情绪 这个人交代以后 给我们感觉是他还有更大的事情 没有交代 交代进行之后 他人还是很紧张 王某承认了唐沟镇老街金店的盗窃案是他所为 但对溢江区的盗窃案却只字不提 法案民警分析 溢江区金店是七月二日被盗 那些被盗黄金应该还在王某的手上 我们当时在他家里面收了一部分出来 开始是收了一部分出来的 但是还有没收到 然后呢 我们就扩大了那个宿主范围 扩大宿主范围啊 然后就是在那个 行程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家里面这个那个 那个水塘那个水塘里面 有一个小那个黑塑料袋 黑塑料袋 但是我们就把这个黑塑料袋 拿起来看一下 发现一打开 你们全是那种 你们有三个小袋子 两小袋子 黄金的那个手术 还有一小袋子 那个博金的手术 然后这个 跟那个溢江区的那个 丢失了那个 被盗的 被盗的那个 金手术 黄博金的手术 基本上是很合的 在大量证据面前 王某终于承认 两起黄金盗窃案 均是他一人所为 王某37岁 父母都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 虽然王某的家庭 经济条件并不太好 但是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 王某从小就很受家人的疼爱 时常逃学的王某 十几岁时就不想再上学了 他选择了辍学出门打工 王某说 那个时候在外面打工就是混 什么是觉得好玩就去干什么 这一晃几年过去了 就在王某二十多岁时 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因为盗窃被抓获刑的经历让王某决定改过自新 踏踏实实的和父亲一起 在五湖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 这让王某的父亲也感到有些欣慰 不小人一般人 他挺欢慢挺欢 渐渐的王某的生活走上正规 2014年 王某家一美征地得到了24万元的补偿款 王某的父亲考虑到王某的家庭负担比较重 分给儿子王某十四万元 然而王某父亲的想法并没有顺利实现 他并不知道 儿子王某已经沾染上了一些猎袭 王某最开始只是和朋友们一起玩牌 但是自从接触赌博后 一发不可收拾 随着赌博的次数越来越多 王某也越陷越深 与此同时 他输的钱也越来越多 家里的积蓄和补偿款 被王某输了个干净 为了赢回输掉的钱 王某又开始借钱赌博 那些我学习没有借的嘛 在助长上面那是高利贷的东西 他就是自己讲 我差点钱要还嘛 我现在没有钱嘛 我实际上我现在没有钱嘛 他没有情形嘛 他说他规模多长时间嘛 多长时间就是像日子这样 你要不给钱就是这样 顾麦后就是日子就这样 你这样我知道 那小孩在这里就是上学 我也知道 日子就这样 那我们家就是啃后一样 欠下巨债又受到威胁的王某 为了赶紧弄到钱 开始实施盗窃金店的计划 那我不讲那个就是 那就是前世人头疼了 我疼了就像那个 我不讲嘛 人家不讲 现在是肉的一样 现在闹着一样 那现在来讲 我刚才说 盗窃黄金 肯定要早期的肯定被抓到的 是不是 那根本就没有钱到后 第一次得手后 王某将全部黄金转售盗卖 然而这些钱并不足够偿还 全部债务 于是王某又去盗窃了 另一家金店 第二次盗窃成功后 王某将其中一部分盗窃所得的黄金转售 剩下的部分则用塑料袋 包跑藏了起来 王某盗窃金店的事很快就被警方侦破 而王某的父亲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已经改过自新多年的儿子 又因盗窃被捕 那时候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不想赢 那时候他们把建筑事实际上 我相信 原本浪子回头 已经过上幸福生活的王某 因为沉迷赌博 而引发盗窃 再次入狱 尽管后悔 但王某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目前王某一涉嫌盗窃罪 被乌虎市九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派部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这王某说他到金店是实在走投无路 实际上他是为了还赌债 这也不值得同情 再说法律也不问你为什么 只要你触犯法律 你就得受到制裁 所以江律师 根据他的行为 怎么样给他定罪量刑 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 他刺绣的时候写了一个忍字 但是这还没忍住 这应该是现在我们片段交代 已经第三次了 盗窃罪肯定是没有问题 非法占有为目的 然后秘密窃取两家金店的黄金首饰 这里面就是说金额 现在没有最后一个确定 说到底是价值多少钱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 像这种黄金白银 是按照国家的定价来计算 按照现在估计 应该可能得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行 对你看他摆出来那个量可不小 可不小 他曾经有过前科 而且曾经幡然悔悟过 人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也是浪子回头到金店 程水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载入期徒 我觉得他的载入期徒 最可悲的一点是什么 他什么道理都知道 什么道理都明白 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 不要走自己同样的路 但是怕就怕的是什么 就是富贵险中求的那一瞬间 他觉得这个险 他可以镇得住 他觉得这个财富富贵 他可以求得来 正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才会使得他一而再 再而三在同样的道路上失毁 这样的一个背后 往往意味着我们所说的 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 犯过错的人 其实要控制住他再次犯罪 家人需要有更多的帮助 而不是说以普通人的心态 我把家分了 然后他有一部分的收入 但是你想 偷来的钱 五六十万的财富放在那 和你分过来的那十来万 再加上赌债所欠下的这些恶度 你可想而知 不是他走投无路 而是他心里面的贪欲 让他最终的走投无路 对 我们就想 这个被害人 就是这个被盗的金店 他可能一方面关心 这嫌疑人抓住了 这是好事 但是他也关心我 这被盗的东西 能不能追回来 我们刚才看到说 有一部分他已经变卖还赌债了 江律师 这还能不能追回来 弥补这个金店的损失 我觉得像对于两家金店的损失来讲 肯定还是要通过王某来挽回追 但这里面考虑到两个问题 一个方面我们看到 他说一部分还赌债了 实际上赌债法律上是并不保护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发现很多东西 他可能是 片子中没说 可能是低价 就卖给别的人了 那么这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追索的问题 就像我们可能很多人 比如说我要去买金子 正常想的那事 可能就是百货商场 或者是黄金的一个专卖店 为什么要跟他买 对 你跟他一个自然人去买 那可能图一个价格便宜 乡村工厂发生血腥惨案 他是一个顶性恶性的少人男警 邻里乡亲究竟为何痛下杀手 他是个凶手 他为了一张牌为了一句话 这个东西 追刨十二年 警方能否将凶手缉纳归案 贵州沿河男子悲伏命案 秦陶十二年落网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